那你覺得港股這一輪其實跌得差人多了嗎 港股我覺得其實再大跌的空間就應該不是太多 當然大前提就希望內地剛剛提到那個內房債務問題 可以是做一個軟著陸 內地政府有些措施有些辦法可以是慢慢緩和到這個問題 那假設你說這一隻黑天鵝所謂 即是沒有說真的有一個大的爆發 那我都相信整個市去到這些位置是慢慢做一些底部 那譬如之前去到24600左右這些關口 都是守得住 那這個位置其實就跟在七月尾至八月尾那個低位相當接近 如果你說一個形態上面看 那會不會現在整個恒指正在做一個所謂頭肩底的轉勢形態呢 都不出奇的 或者只要他接下來不穿回下面24500 甚至乎指數是兜底上回來 可以向上穿回26500的話呢 那整個形態就會是確認的 那這個技術上面的分析 如果你說說基本因素其實近期呢 就真的無論利好 利淡都不是太多 就是利淡當然有啦 你說講去內房債啊 美國收水啊等等這些問題 或者可能一些政策的問題 那其實這些事件就不是說今時今日才傳出來的 其實很多都是過去的幾個月呢 那市場不斷跌的時候是逐步反映著 那去到這些位置現時的股值又不是說貴啦 那所以我覺得呢 暫時來說的市場未必需要看得太淡 當然美股就可能零計 因為這一段呢 就真的升得比較多 那震落來說會不會多一點點呢 都不出奇 那但是呢 始終你說沒有什麼 就是下跌空間 但是就等於市場一定會即時有個很急的上升呢 你看回近期那些資金面 就是很多見到的成交 昨天連一千億都不到 那反映其實動能都還是弱的 那這一刻其實那些錢進場的意欲呢 都還是不高 那所以反映你說市要在短期之內有個急的上升呢 都是難一點點 那所以暫時整體來說一個短線的角度呢 都是炒一些波幅上落 下面你駁去不穿24500 那上面你說去25500左右呢 看看這些阻力又會不會有一個限制在這裏 嗯 是的